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将你把这样子一个成品上传到我们的云端 上传到我们的OBIS 365底下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档案 自己做的这个档案我们先把它储存起来 怎么储存 我们可以先点选这个储存 稍微注意一下哦 存档 存档就点那个储存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今天放在 例如说暂时存放在1子列基底下好了 然后这边是不是 就是因为1叠我们不会还原 所以先暂时放1叠 然后请把这个档案名称改成 例如说这是那个OB 或者是那个LIN 的一个研究 而且是TWINS的一个研究 OK我们就先再加一个今天日期 20170823好点选存档 它的副档名记得是存成PBIX存档 所以你们这样应该会从那个门再算到钢 然后钢再算到木 木再算到柯 然后再说以此类推 应该会算哦 这些图都不要重画 就算了